五位子 有南北五位子之分 南五位子为长绿路本攀原植物 产于长江以南各地 五位子一般称北五位子 又叫辽五位 山花椒等 主产于东北 河北 山西 陕西 明相 山东等省 五位子 是一种多功能 多用途的药食兼用型经济植物 五位子果实 味酸 性温 是中药常用 大宗名贵中药材 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 有兴奋作用 对人的视力 听力 有强化功能 促进胆质分泌 提高抗菌能力 对心脏 肝脏 血压 有调节作用 对五黄胆型传染性肝炎 及千元性肝炎 有显著疗效 五位子果实 还可制成 五位子糖浆 五位子酒 五位子调味品等 一系列 对人体具有滋补作用的 高级保健品 一 生物学特性 形态特征 五位子为木兰科 落叶木质藤本 颈柔软坚韧 右旋缠绕于 其他桥棍木上生长 高达八米 最高可达十五米 根系发达 主根不明显 有密集须根 还有大量的匍匐精 分布于土壤浅层 横向伸长 也称走精 上有节 节上有芽 产生蒙灭 长出地面 形成新株 扩大肿群 五位子老藤 皮暗褐色 肉精紫红色或淡黄色 密布圆形突出的皮孔 单叶护生 叶长五到九厘米 宽两到五厘米 线端锐尖 鲜端锐尖 肌部歇形 叶圆有 局限点的 梳细尺 叶面绿色 有光泽 叶背 淡绿色 盐脉 有梳毛 叶饼 长 两到三厘米 芽 芽为丹芽或混合芽 混合芽内 灼两到三朵花 也有四到五朵花 花丹性 多瓷熊同株 花背六到九片 乳白色 瓷尾的心皮 离生 集合排在凸起的花托上 果漆花托 深长成碎状 聚合果 四 长果絮 果为聚合姜果 敬球形 成熟时为深红色 敬约一厘米 有一到两粒种子 肾形 淡橘黄色 表面光滑 五味子树形优美 果肉酸甜 种子苦辣 略有咸味 顾名五味子 生长习性 五味子 洗阴壁和潮湿环境 腐植制土或疏松肥沃的土壤 均可栽培 五味子 是一种抗寒性很强的植物 当年播种的幼苗 可耐零下21摄氏度的严寒 几乎不受晚霜的危害 五味子 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 对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不同 五味子 在幼苗及营养生长阶段 怕强光 则需要阴湿的环境 在开花结果阶段 需要良好的通风 透光条件 因此 人工栽培五味子 要考虑空气湿度与光照 两个因素 五味子 年生长周期 受不同年度 不同地区 影响较大 五味子 五月上旬展业 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开花 熊蕊掀开 从第三天起 花粉飞扬 花期三到五天 瓷花开放 持余熊花 花期七到九天 五味子花的瓷熊比例是变化的 受植株年龄大小 长势强弱 营养状况 和光照的影响 光照条件好 瓷熊花明显增多 瓷花多生于 慢条的上部 而下部多为雄花 在花期 很少见到昆虫 在花上活动 所以认为 北五味子是 蜂梅花植物 五味子石生苗 一般栽植后三年挂果 五年后结果 六到九年大结果 五味子果实 在九月中下旬成熟 二 育苗技术 选种 七月下旬以后 可到栽培员或野外 调查选种 选种标准 是把碎长八厘米以上 将果着色枣的结果数 确定为采种数 在九月中下旬 在九月中下旬采烧果时 放阴凉处晾干 种子处理 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 用清水浸泡种子两到三天 每天换一次水 搓去果皮 果肉 挑出比例 然后按一比三的比例 将湿种子 与洁净细合沙混合在一起 沙子湿度 一般为饱和含量的 40%到50% 通常用手握紧成团 又不滴水 把搬有细沙的种子 装入布袋或麻袋中 放入室外准备好的 深0.5米左右的坑中 上面覆盖10到15厘米的细土 再盖上柴草或帘子 进行月冬低温处理 第二年春天化冻后 北方大约在三月中旬前后 挖出种子 将种子移入室内 进入沙藏处理 其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当70%到80% 这种子绿有裂口 即可播种 苗浦选地 为了培育优良的五味子苗木 苗浦地最好选择 地势平坦 水源方便 排水良好 土质疏松 保水肥沃的沙壤土地矿 苗浦地应在前一年 普朗结冻前 进行翻羹 翻羹深度25到30厘米 结合秋翻 施入鸡肥 每亩施腐熟农家肥 3000公斤左右 播种育苗 为了有利于五味子幼苗生长 可以在播种前 吃足底肥 以每亩施磷酸二矮 二十公斤 五味子播种 分春播和秋播 春播 在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进行 秋播 在九月中下旬到十月下旬进行 背方 以春播为主 可采用撒播或调播 撒播即将种子均匀播撒在地里 撒播 每亩播种量约十到十二千克 附图两厘米 调播即播种前 做成宽一点二米 高五到十厘米的苗床 行聚 行聚十到十二厘米 将种子播撒在地里 每亩播种量约七到九千克 附图二到二点五厘米 苗田管理 在播种复土后 为防止利窟病和其他土壤传染性病害 结合浇水 喷湿八百到一千倍百分之五十 带森岩水迹 出苗前 要盖草浇水 防止干旱 勾种后 二十到三十天即可出苗 苗期要适时除草浇水 出苗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时候 撤掉腹草 并随即搭设简易遮阴棚 在幼苗长至七到十厘米的时候 撤掉遮阴棚 苗经常浇水 保持湿润 当幼苗长到六到九片真叶时 进行溅苗 猪距保持七到十厘米 冬季小苗要覆盖草 以保证安全越冬 两年生五位子苗目 一春即可移栽定值 三 栽培技术 移栽定值 显地整地 五位子对地要求不严 坡耕地 筐地 树林地等都可以栽植 但以贫肥地 湿润 疏松 土层深厚 寒腐质质多 离水源较近的地块为最好 可缩短生产周期 建五位子苗 一次栽植多年受益 所以必须先做好规划 包括地点 面积 肿苗 原地防护设置 组织施工等等 选好地后 应在前一年土壤结冻前进行方耕 方耕深度25到30厘米 结合秋番湿入积肥 每亩是腐熟农家肥 3000公斤左右 整瓶大细 备用 栽植架势及密度 第二年春天化洞后 建圆 屏壁建圆 以离壁架南北走向为宜 行距120厘米 庄高2.5米 庄距5米 用8号铁线做横线 分上中下拉三道即可 并加以固定 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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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4月初到4月中旬 秋栽在10月中旬到10月下旬 北方以春栽为主 可防止东汉死苗 能保证成活率和保存率 使其尽快成圆 并且便于管理 栽植架 栽植方法 瓦定直穴或定直钩 瓦定直穴 微格为30厘米乘以30厘米乘以30厘米 将苗植植 并将根系梳展开 然后再回土培苗 在回田表土时要剔除石块 并拌入2.5千克左右的腐熟农家肥 待回土三分之二 苗木根系已全部培土石 要浇足底水 以保证土壤水分提高苗木成活率 待水完全沉下后将坑内全部填满 要轻轻镇压 以利保水促进苗木成活 同时每株要插一根架条 以引付上架 为防止牲畜危害 有条件可在圆四周江户栏 进行防止 避免牲畜进入 以免造成损失 田间管理 灌水施肥 五味子洗水洗肥 生长期需要足够的水分和营养 灾后的第一年应多次浇水 以保证土壤含水量 从而保证苗木成活率和幼树的正常生长 五味子 五味子进入结果期数 正常年份 要保证花浅水 花后水 果实庞大水 风冻水 四到五次浇水 浇水后 应立即松涂保伤 防止土壤缓结 五味子 灾的第一年 应在六月上中旬 每亩追尸尿素 十五到二十千克 两年生 应在五月上旬 每亩施磷甲肥和尿素 各二十千克左右 以便促进生长 扩大树冠 尽快打产 三年生 除应追尸化肥外 还应在十月上中旬秋 施鸡肥 每亩施腐熟农家肥 三千公斤左右 以保证土壤肥力 对产量较高 树式较弱的圆 可用千分之五 尿素叶 进行叶面喷肥 中耕除草 五味子虽属野生植物 但引入大田栽之后 必须注意中耕除草 使其能正常生长 提早结果 尽快达产 中耕除草 也可结合灌水施肥 进行 每年进行三到四次 第一次应在发芽前 结合施肥 进行松土饱伤 第二次 要在五月中旬 结合灌水 第三次在六月下旬 第四次在七月中旬 中耕除草 除减少土壤养分消耗外 也可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总之 圆内不能有草荒 发生 修剪 当年定植后 当芽萌发后 选两到三个粗状芽 作为主织定干培养 同时要引赴上架 在九月中下旬 进行掐尖处理 以促进枝条成熟度 为月冬做准备 两年生 仍应继续保持 延长枝头生长 促其扩大树冠 使之尽快结果 三年生 即进入结果期 除继续保持 扩大树冠 增加结果面积外 要进行 冬夏结核修剪的方法 夏剪 输除 重叠枝 过密枝 土长枝 定虫枝 继续控制 鸡生扑腑枝 冬茧 即早春 对延长枝 进行短节 以力进一步扩大树冠 要注意培养中肠果枝 增加结果面积 月冬管理 十月中下旬 对全园进行清扫 清除枯枝 并虫叶等杂物 结合秋湿鸡肥 同时进行冬灌和鸡布培土 以保证安全越冬 病虫害防治 白粉病 此病在高温多雨 一发生 尤其是在通风不良时 发病更为严重 防治 防治方法是 用一比一比一百倍 波尔多叶喷雾预防 于六月中旬喷一次 间隔二十天 于七月上旬喷第二次 预防效果很好 如突发白粉病 可喷洒 百分之二十五粉绣 一千到一千五百倍叶 每十天一次 连续三次 叶枯病 五位子在苗期和成龄期都可发病 发病期在五月下旬至七月中旬 病害由真菌引起 发病初期先由叶尖或边缘干枯 逐渐扩大到整个叶面 使之枯黄脱落 随之果实萎缩 造成早期落果 严重时全株死亡 防治方法 发病初期 用一比一比一百倍波尔多叶喷雾 七天一次 延续数次 叶枯病在高温 多雨通风不良时发病较重 所以必须注意通风透光 加强田间管理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遗枯病 主要发生在苗期 在低温多雨时一发病 发病时苗木醋刀 防治方法 可喷洒百分之七十 迪克松一千二百倍叶进行防治 黑绒金龟甲 栽植后刚发出的幼嫩五味子芽 亦受黑绒金龟甲危害 金龟甲咒服叶出 发现时即使用一千到一千二百倍叶 狄杀死喷药防治 黑绒金龟甲